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我民政局我这一干就差不多这快十年了吧 我跟你说我在民政局我就是干一辈子 我混一辈子 我也当不了处长 我更甭提当什么局长 妈 我我跟你说我也不瞒您 就前两天 那个我们单位 就组织去提检去 然后正好在那个医院边上有一个那个心理测试 然后我们哥几个就测试去了 人家那老几位都七八十分 就就我一人 我五十七 这五十七这是什么概念 我说爸我告诉你五十七什么概念啊 这五十分以下的 你就那个去治抑郁症去吧 抑郁症 就是张光荣得那病 就是唱歌后来又演电影那个 我知道 完了不是那个就是纵身一月就跳楼跳楼那什么了吗 是新港的演员 对对对就是他 沃然 你是不是吓唬妈 不是妈我没吓唬您这是真的 这张光荣当时呢他就是得了抑郁症了 就站在那个高楼就是纵身一月就下来了 我倒不至于说有那种纵身一月的感觉 但多少对那楼底下的那情况有点好奇 就妈我跟您说啊 我在我们单位 尤其我这几年我就特别不开心 我上半年我在那个结婚登记 下半年我在离婚登记 我在离婚登记那我就我就开始赌心 我真的我这心都我赌的吧 我就感觉我有时候他们那一过来到我这办离婚的 我随时我这心脏就能停止跳动 完了我又绕到那个结婚登记那儿 结婚登记那儿我现在我着急了 我真的妈我想结婚了我就真着急了 我不想在那儿不想在那儿再待着了 就反正我现在我就决定了 我就下定决心了 别说十匹马了 一万匹马也拉不回来我 我就是想辞去民政局的工作 我在那儿待着不开心 我不高兴 我就想干我想干的工作我就开心我就高兴 不是你那你辞了工作以后那你干什么呢 就是爸我跟我那哥们七星 就我们哥俩都商量好了 我那个投一部分钱到他的那个宠物店 然后我们哥俩共同开一个摄影工作室 只要我在那儿好好干 我跟你说爸我每年真能挣不少 就是爸你也看见了我那些照片 上面那都是金奖 得完金奖之后就有杂志 还有国外杂志人都买我那照片有奖金 就是攒了四年的这奖金 这不妈我才把我那车才买了吗 要不然我哪能买车呀 我跟你说爸只要我在那儿好好干 挣得肯定比我在民政局挣得多 我跟你说我要努力干的话 我说一年四五十万呢都不成问题 不是不是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钱这么多剩上无所谓 关键的你得愉快 你知道了 你得找一个你自己顺心的工作 人这一辈子要没有顺心的工作 你那不是便能 我爸我离开民政局 我就一想我离开我就特别高兴 我再一想想我能打起相机来 我去拍照片去我拍动物我拍人 我就心花怒放真的吗 行只要你高兴你愉快就行 真的 不是爸您支持我离开那那儿吗 不是我 你儿子敬您啊妈 不是那我儿子 妈 我今年三十五岁 我还有机会能实现我的梦想 我请您一定相信 我要是干摄影 我能干得特别好 我向您保证我前途一定一片光明 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够支持我 尊重我这决定 果然 我今天才知道 你过得那么不愉快 我觉得 我这个当妈的 很失败 很失败 当初 我想让你按照我给你指的路往下走 我也是想为你好 但是我没想到你那心是那么痛苦 天下哪个做父母的 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看到你那么痛苦 我的心里比你还难受 концit 如果 你确实已经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吗 如果 你辞职以后 能够高兴 妈尊重你的选择 妈 我谢谢你 你把妈吃饭 你来吧 你可真成 这么好的工作 说辞就辞了 好歹是个公务员呀 你不等会儿跟同志们告告别 算了吧 趁大伙没来上班之前 我还是先溜 周末 周末跟大伙说一声 请大伙吃饭 行吧 行 我通知到了 还是要点不舍的吧 我是在告诫自己 我这辈子都不会带到离婚登记来 离婚登记 先把婚结了 你最近有什么打算 顺其自然 拍点自己想拍的照片 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对了 你跟那桃子好上了没有 等到我彻底地全方位地把她拿下了 早晚得过咱们这款 好 等你拿下了 到这儿来我亲手给你办这儿 好嘞 先生 您好 尚律师现在有空了 他在第七自行室等您 谢谢 谢谢 想结婚了 早就应该了 来来来 哥们儿先提言住后 来 谢谢 谢谢 好事啊 不过你要想结婚 我得先问问你啊 你觉得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爱情 这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言之一 果然 你要是现在还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上 我还真得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 因为用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 绝对是不牢靠的 婚姻是现实的 你知道吗 一定要理性地去面对 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婚姻 那你能告诉我 爱情的保鲜期有多久吗 我告诉你 十八个月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 果然 现在有很多恋爱的人 都会像你们一样 轰轰烈烈 轻轻握握 死去活来 显然是被爱情 或者说被你称为的感情 蒙蔽了双眼 这样你们很难去发现对方的缺点 就算是发现对方的缺点了 你们也不愿意去面对和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怕这样 破坏这种爱的感觉 让爱变质了 可一旦进入了婚姻殿堂 随着暗渐渐地淡去 你们还是要面对这些 很现实很残酷的问题和现状 可那个时候 如果你们要再去讨论的话 我想已经就晚了 而且很有可能把一些简单的问题 弄得很复杂 平白生出一些没有必要的矛盾 你觉得这样的婚姻 会不出现问题吗 不 我说还没见呢 我这聊得我这 我只是在给你提醒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不爱听这话呀 这话谁爱听 这 这任正处的热恋呢 你说你说的话就一盆凉水 从头浇到脚底 你知足吧 咱俩是哥们 要不是哥们我不跟你聊这些 是 是 你要结婚 我希望你能在结婚以前 把这些事情想明白 考虑清楚 我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的 我想传授给你一些 可以说是经验吧 其实啊你在选择这个恋爱 或者说是以后的 结婚对象的时候 你听我的一定要冷静 冷静 客观 两个人其实开始的时候 只要彼此有一些好感 就足够了 你千万别太感情勇士 那样没有好处 一定要冷静客观地面对 才是对婚姻真正的负责 兄弟 我再告诉你一个道理 婚姻不是爱的港湾 婚姻是安全的港湾 女人需要安全 咱们男人同样需要安全 怎么才能安全呢 怎么才能安全 从一开始就要很理性地 来面对它 这是婚姻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进 晓鸥 什么事啊 盛律师 您约的客户已经到了 在二号咨询室等您 好 我马上去 好的 你照顾一下这位果然先生 好嘞 果然啊 好好琢磨琢磨 理性地消化一下我最后一段话 有什么不明白的 咱们吃晚饭的时候再聊吧 那我先去 来 来 果先生 我给您倒杯水 不用 谢谢 那不好意思啊 果先生 麻烦您交一下费 什么费啊 咨询费 尚律师的咨询费 尚律师一个小时四百块 不到一个小时按一个小时收取 你们这儿的收费标准很不理性 所以我帮你们理性一下 他刚才找我聊那天啊 还那时间就二十块钱 我喝咖啡加糖 不搁奶 多谢 我喝咖啡 苏星姐和西风离婚了 那 那财产怎么分的呀 给我姐 她健身出户 那还算她有点良心 说实话 当我知道 她把所有财产都归到我姐名下的时候 我这气氛还真的消了不少 大家都说这感情不能量化 可是 送你一个钥匙链和送你一个钻戒 你说这感情能一样吗 国家法律里头还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呢 这说明什么 说明钱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它在某些时候真的可以抚慰人的心灵 当然 我最高兴的时候就领工资的时候 没钱怎么活呀 你知道 你知道每天全国有多少对在离婚吗 多少对 五千三百对 每天五千三百对啊 一万来号人哪 关键是我姐都离婚了 你说我对这婚姻还能够有信心吗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虽说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是 你也不能一辈子一个人吃饭吧 再说了 我觉得果然还是挺靠谱的 不西风不靠谱吗 过去西风在我们眼里是最靠谱的人 结果呢 结果还是跟我姐走到这一步 你要真那么不放心的话 我给你出一招 你在结婚之前 把她所有的财产全部拿来 你看她老实不老实 人家婚前 辛辛苦苦挣的钱 都给我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妈还辛茹苦养了你三十二年 你没吃他们家一口饭 没喝他们家一口水 就因为你爱她 你就得离开自己的家 把她爸妈当成自己亲爸亲妈 把她兄弟姐妹当成自己亲兄弟姐妹 完事你还得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变成一个只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黄脸婆 还得帮她生孩子 你生下来孩子还得跟她心 你凭什么不能拿过来啊 你到底有多爱得你那个桃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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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觉得 桃子她那样的就是我想找的女人 我 我觉得跟她在一块儿待着 我觉得跟她在一块儿待着 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 既轻松又快乐 既轻松又快乐 她跟我一块儿待着的时候 她跟我一块儿待着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就想 每天都见着她 每天都见着她 一天见不着我就 这 挺想的 我只要一看见那些 对她起坏心眼的男人吧 我就想抽那哥们 反正我就是希望 她能够分享我的一切 停 分享一切 你说的这个一切都包括什么 一 就 这 就是一切 就我这人呢 所以我必须跟你喊停 如果这样下去 你会出大问题的 这 你可以和桃子分享你的快乐 分享你的痛苦 喜悦 忧伤 总之 你可以跟她分享所有的东西 但只有一样不能分享 什么 你的财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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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多少钱啊我 这跟有没有多少钱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 你觉得一个女人需要安全感吗 当然需要了 女人要没有安全感 那人也不跟你啊 那你觉得男人是否也同样需要安全感 需要啊 男人觉得跟那女人在一块儿待着挺踏实的 他就愿意娶这女人 我 我跟桃子我们俩相互之间都有安全感 嗯 那么你是否也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种婚姻生活 你今天请我来是不是想从我这儿取点经历 对啊 我就想从你这儿取去就学习 要不然我请你出来干嘛 好啊 既然我们的目的和目标是一致的 那你就应该听我的 不管你有多爱她 你绝不能跟她分享你的个人财产 而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AA制 我反对 不是AA制这个词来 是吧 之前中国有AA制这个词吗没有 这是从国外溜达过来的 我认为AA制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儿 就是不太熟的朋友 大家坐在一块吃饭 采取AA制这种办法 你要特熟的一帮哥们也AA制 我觉得这 这谁都接受不了 你合黄合两口子 我跟桃子我们俩这准备都那什么了 也实行AA制 这 这不行这太冷了 你就 婚姻不是做生意 我 我 我不行 我觉得这太别扭了 你觉得很别扭 非常别扭 之所以你觉得别扭 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执行过 你不明白这个概念 我和我老婆 我觉得我不用执行 就我想想我就挺别扭 我和我老婆 从开始交往的时候就执行了 也只到现在了 挺好 不是 那个少哥我打断你一下 你老婆是德国人 就你们两口头呢 已经十几年了 就你们 你们的婚姻已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了 这不一样 国情不一样 好吧 你既然说到国情 那我就举一个你身边的例子 就拿你父母来说吧 你父母这一辈子的财政大权 都在你母亲手里对吗 是 你父亲甚至连工资卡 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可当他们两个在感情上 发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的时候 你父亲即便自己再有一些看法 有一些想法 但是最后 还是要执行你母亲的意愿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两个人从开始的时候 你父亲把所有的权利 全交给了你母亲 没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那是我爸尊重我妈 你可以认为这种尊重 这是爱护 但是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你父亲有的时候 会觉得很委屈 难道你希望以后 你的婚姻模式也是这样吗 我当然不希望 所以桃子不是我妈 我也不是我爸 我爸我妈我们家那点事 那儿属于原来历史遗留问题 那属于个别案例 对我跟桃子 我们俩的情况不一样啊 桃 你说个案 那之前你的那段感情 怎么解释呢 你之前不也是准备要结婚 最后两个人分手了吗 受伤害的是谁啊 受伤害的还不是你自己吗 为什么你会受到如此的伤害 因为你这个人实在 你这个人太感性了 所以从交往的时候 你把你的一切 无条件地给了对方 最后分手 导致你的受的伤害比他要重 难道你希望 你和桃子这段交往 还像原来一样重蹈覆辙吗 但我说的是 但是 可能 但是 你不能否认一点 变化是存在的 谁也不敢说没有变化 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 都是会有变化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的亲情 我们的血缘 你和你的父母不会有变化 所以我说婚前财产公正 还有AA制是最大的保护你自己 即便你们两个以后分手了 你只是在情感上的付出 而其他的方面 把伤害降低到最小 再拿你平时工作来说 你天天接触的 都是这些离婚的人群 这里面得有85%的人 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分手的吧 他们之前在交往的时候 同样也是轻轻我我 同样也是轰轰烈烈 但是之后呢 之后就因为两个人 在经济上面没有分清楚 所以才会产生一声 今天我给我父亲的钱多了 给你妈钱少了 今天我给我弟弟打个欠条 我没告诉你 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但是统统的都是经济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 如果要想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最好的办法 就是进行婚前财产公正 执行AA制 我跟你说这些的道理 就是要告诉你 这样是保护你最好的办法 你可以不接受A制 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出台以前 女人要求男人要有房子 而出台以后 女人不光要求男人要有房 而且还要求男人 在房产证上写上她的名字 你太不了解女人了 女人不见得非要找大块 但她们一定会拴住 属于她的那个男人的钱袋子 因为她们觉得 拴住了这个男人的钱袋子 就等于拴住了这个男人 你千万不能让她们得逞 因为她们如果一旦得逞 你就彻底没有退身的余地了 哥哥是有婚姻经验的人 这幅这个男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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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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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